液體移植的手術呢 目前來說我們也拿豬的真皮 或甚至是拿濕皮捐贈者的皮膚 別人人身體上的皮膚 那這些液體移植它基本的概念 都是暫時性的傷口覆蓋 脂皮手術也就是說 當我們人不管是因為受傷 或者是腫瘤切除 或者是一些先天性的缺陷 然後在手術的前後 或者是創傷治療的前後 如果你的局部皮膚出現一個缺損 那我們就必須要從身上其他部位 拿一個皮膚過來做覆蓋 以促進那個缺損皮膚地方的癒合 這叫直皮手術 那這個事情是第一次是在1817年 一位醫生嘗試利用一個斷掉的指頭 把它補在身體上面 然後開始在醫療記載上 有出現直皮這件事情 到19世紀末才開始大量 應用這樣的手術 來促進身體的這個皮膚缺陷或癒合 最常見的當然就是燒燙傷 雖然它可能燒燙傷的面積很淺 但是它面積會很大 大的面積人身體是很難 快速正常的癒合 那每個人身體的部位 它能夠正常癒合的大小有限 因為我們的皮膚正常來說 如果表皮細胞能長過去 原則上時間在兩週 一樣如果在兩週之內 沒辦法癒合的傷口 這個時候就必須要考慮到 這樣子的直皮手術 但每個部位是不一樣的 像有時候在活動部位 像我們的手上 傷口缺水的範圍就很小 你可能超過1.5公分 那就是一個不正常的傷口癒合 那有時候在肚子 在這個皮膚比較鬆弛的地方 它可能能夠允許的 這個傷口面積 就是缺水面積就會比較大 這個時候呢 它所需要直皮的考量 就必須大面積的傷口才需要 最常見的傷是燒燙傷 燒燙傷它的面積很大 那我們必須拿一個 身體其他部位的皮膚來覆蓋 另外一部分是大面積的創傷 在創傷的時候 如果像車禍這類大面積的創傷 如果沒有辦法用這個手術縫合的方法 讓它癒合的話 這時候也必須考慮到直皮的手術 如果你身上的皮膚缺水 你下面有一些重要組織 像是這皮膚有一些韌帶 手和腳上有一些韌帶 這些韌帶重要組織露出來 還沒辦法癒合的時候 也必須考慮這個直皮手術 目前的科技上來說 只能用自己的皮膚來移植 我們有其他的 我們聽過液體移植 液體移植的手術呢 目前來說 我們也拿豬的真皮 或甚至是拿濕皮 捐贈者的皮膚 別人人身體上的皮膚 這些我們稱為液體的移植 那這個液體移植 它基本的概念 都是暫時性的傷口覆蓋 也就是說 當你面積缺一大塊傷口的時候 我們用液體的皮膚 做暫時的生物性敷料的一個覆蓋 讓它下面的組織 你自己的皮膚能夠長上去 所以這是暫時的 那如果你要移植一塊皮膚到傷口上 它又能夠永久的存活在上面 那你只能拿自己的 它自己的皮膚 簡單來講分為兩大類 也就是半層的皮膚移植 以及全層的皮膚移植 半層的皮膚移植 就分為三種深度了 那它深度大概是 0.15毫米以下 或者0.15到0.3 或者是大概是 0.45毫米 那再接下來就是 0.6毫米以上的 分為這幾個等級 那0.15 0.3 跟0.45 都算是半層的皮膚 那如果是0.6毫米以上 就算是全層的皮膚 那中間最大的差別在於 越全層的皮膚 它的之後的八痕會越好看 但它的缺點 就像這個新聞案例的 它可能會取到毛囊 造成這些毛髮生長的問題 越淺層的皮膚呢 越半層的皮膚 它可以覆蓋的面積越大 它可以取的次數越多 問題是它對於這些 八痕的好看程度呢 就比較沒有辦法 半層的皮膚 可以取的部位比較多 最常見到大腿的外側 前側 屁股 屁股 或者是肚子 或者是背部 都可以來拿 甚至 有些燒燙傷大面積的人 他可能全身燒傷面積非常大 你實在不行的 有時候會取頭皮 會取腳底 因為人常常是站著被燒傷 腳底大概是不容易被燒到的 甚至有些像這個骨勾的部位 屁股後側的部位 都只剩下一小部位 都是可以取皮的 也就是半層的皮膚 它其實是任何人身上的皮膚 都可以取 只是最常見的是在大腿 肚子 或者是背部 全層的皮膚 我們剛剛提說在0.6毫米以上的 全層的皮膚 它能夠取的部位 就比較有限 如果小塊的 最常用的是 耳朵後面 到頭皮 腹骨勾 用這個新聞安理的 腹骨勾的皮膚是最常取的 甚至有些會取到這個後腰 或者有時候腹部 這個皮膚比較鬆弛 這些部分 都可以是取皮膚的來源 有差別的 身體的皮膚平均都會比較厚 臉上的皮膚 當然平均來說都會比較薄 那取皮的厚薄深度 就要看你皮膚缺損的地方 它所需要的 如果你今天皮膚缺的地方 是很薄很薄 例如說你可能缺在 曲幹部的皮膚缺損 它只有很薄的 大概都從大腿 拿一個半層的皮膚來覆蓋 那如果大部分在臉上 有美觀的考量 那它有時候就像案例當中 它小時候被咬傷 它臉上缺損案例的大的 這樣子的皮膚都需要比較厚的 那有時候就會拿耳朵後面 或是拿腹骨勾比較厚的皮膚的部位來覆蓋 會比較符合皮膚的厚度 基本上來講 直皮如果都是字體的直皮 它原理上是沒有排斥的問題 但是的確很多人 直皮上去之後 因為它的這個 皮下的免疫細胞會改變 所以有些人很多 會有一些產生過敏的反應 再者就是直皮過去之後 它有時候毛囊 通常是不含蓋在裡面的 所以人會比較容易產生 皮膚乾癢這些狀況 這些狀況都很像是過敏 它其實並不是所謂的排斥現象 也就是字體直皮 它是不會有排斥的問題 但是它常常會有一些 皮膚乾癢的 或者是像過敏的現象發生 那如果是液體的皮膚 當然我剛剛講的是暫時性的覆蓋 它理論上 白酒兒是一定會有排斥的反應 如果你取到的是全程的皮膚 骨溝這個地方也是在外國人 它的毛髮量很多 所以這裡取的時候 因為全程就會把毛囊給包含進來 如果移植到臉上的部位 這個毛囊又存活下來了 那毛髮就會長出來 所以理論上 東方人在取的時候 會盡量避開毛髮的位置 但是有些時候 你為了隱藏巴含 你不不取代很靠近陰毛的位置 它是有可能會有毛囊的產生 那當然現在醫美很發達 如果是產生在毛髮的位置 我們可以用各式樣的除毛雷射 去把那個毛囊萎縮 讓它就是消失 那這個毛髮的問題就會解決 醫生那我有聽過就是 有些是小嬰兒 她可能會取頭部的皮膚 這樣子頭上還會長得好嗎 這種的取法呢 通常取頭皮都一定是取半層的 因為頭皮它的好處是長得非常快 但它的前提是絕對不能取到 太深會造成頭髮長不出來的問題 所以原則上來講 取頭皮都是取半層的皮膚 加上小嬰兒原則上來說 因為它最早發育就是頭型 它全身面積最大大概就是頭部 如果你取在軀幹部 等到它長大的時候 軀幹部很可能會造成一些 疤痕軟所有的問題 所以那時候取頭皮是最安全的位置 直皮手術因為絕大部分呢 如果你是小面積的直皮手術 當然我們可以用局部麻醉進行 不管你取的是半層的皮膚 或者是全層的皮膚 如果它的手術 所需要涵蓋的面積比較大 也就是說像燒燙傷 大面積創傷這類的病人 那我們說取的面積會比較大 那這時候可能都必須進行 全層麻醉的手術 那直皮手術的過程呢 手術完之後 大概在被直皮的位置 例如說臉上有一塊缺水 我們必須從腹骨鉤或者大腿 拿一塊皮膚來補在這裡 在這個直皮的位置呢 大概在七天左右 會知道這個直上去的皮膚 它的完整性 以及存活率 因為補上去的皮膚 不見得全部會安全地活在你的臉皮上面 被取的部位呢 如果是取全層的皮膚 或者是我們取半層的皮膚 大概也都需要兩週左右 它的傷口才會癒合 甚至有些取的面積比較大 像半層的皮膚 那它的癒合時間 可能會延長到兩週到一個月之間 很多人都覺得說直皮完之後呢 取皮的位置有時候會比直皮的位置 還要更難照顧 但取皮的位置 現在有很多先進的敷料 我們可以讓它這個 換藥的方式變得很簡單 那它只是因為疼痛度還是會有的 但是只是如果傷口照顧的好 原則上來講 在取皮的位置 像大腿 骨勾這些 它的傷口照顧上來講 相對來講不會太麻煩 除掉了疼痛的問題之外 那直皮的位置就是我剛剛講的 那如果是臉部的缺損 脖子的缺損 剛剛直皮上去之後 重點在一週 對面到兩週 要知道它的皮膚穩定度 跟存活度 之後呢 大概就是要讓它的傷口 癒合的過程當中 像一些可能過敏的反應 那皮膚會變乾會變癢 或者還是局部邊緣 會有一些巴含真身的問題 這些都是比較需要長期來照顧的 這樣子的狀況 可能要到完全皮膚穩定 都要三到六個月的時間 醫生那我想詢問一下 關於疤痕的問題 就是不管是取皮處或是直皮處 它會不會有影響比較 嚴重的疤痕 或是明顯的疤痕 會的 其實像直皮處 尤其在臉部脖子這些位置 直皮處的最大目的 除了促進傷口癒合之外 還有就是讓它的疤痕 變得比較好看 像很多人臉上脖子 或者眼周 如果缺成很大一塊皮膚 我們都必須拿適當的皮膚來直上去 重點就是像這裡的 這個疤痕癒合要比較漂亮 那在取皮處呢 相對來講 藏在骨弓藏在大腿 疤痕的問題就會比較次要了 那當然照顧上來講的話 還是以這個直皮處的疤痕照顧是最重要的 那疤痕照顧很多方式 除了傷口癒合的兩周過程要照顧好之外 之後當然現在很多疤痕凝膠 美容膠之類的矽膠貼片 或者甚至有時候必要的時候 局部在巴含真身部位會用一些類固醇 就讓它這個巴含萎縮 以及有一些顏色 之後就可以用一些醫美的雷射 來讓這些顏色變淡 這些都是讓整體的巴含變得更漂亮的一些方法 直皮對大部分人來說 應該說對醫療上來講 它有點是一個不得已的手術 因為它原則上來講像挖東牆補西牆的概念 那既然你已經造成了一個狀傷或是缺損 我們為了讓它的癒合變好 或者越來越要解決這些部分的巴含的問題 我們必須要拿身體的另外一個地方來補 那大部分最大的問題碰到就是說 那我不是另外一邊又缺了一塊肉嗎 所以我們必須要經由醫療的專業評估 去告訴我們取哪一個部位的皮膚是最好的 然後造成這個取皮處的問題最少的情況之下 才達到這個直皮處 不管是疤痕、傷口、癒合上能夠最好的狀態 這都必須由專業的醫生評估 那這樣子的部分也就是說 雖然是挖東牆補西牆 但希望兩邊的癒合以及疤痕 都能到達一個比較平衡的狀態 大家其實不用太擔心 喜歡我們的影片嗎 請按喜歡、訂閱喔 並開啟小鈴鐺喔